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高标准农田如何助力粮食增产 一起走进粮食主产省河南去看一看 最近几天 河南安阳华县 153.5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小麦 陆续进入反清期 在重粮大户焦惠珍的田块里 当地农业技术人员 正在通过无人机 对小麦描情进行巡查 任务查看的话 都得起爆田的事件 我想快点就是说早点 怕到时候挡个这个煤惯离 焰色烘的地方是标识张实良好的 黄绿相见的地方 标识这个密度不均衡 张实查了每天 经过无人机检测和专家决策 姓称作业处方兔 贼姓扁两 警尊是要是非 大道美妙省张的一指形 保证消灭来均衡正体增产 通过无人机进行描情监测 可以及时摸清小麦春季生长情况 从而及时发布伤情病虫害情报 科学指导农户春季田间管理 高标准农田实现了集结化作业 净准是非 净准放置病虫害 脚底有解水 这一目的下求量级 可整产人一百多金 我们整小一五百多元 小麦种植户告诉记者 这几年粮食增产增收 除了新技术的应用 两种的推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曹谷营村高标准农田的地块里 科研人员王迅宁 正在对播种的小麦新品种 开展抗寒情况调查 科研人员发现 新品种表现出极强的抗动能力 近几年 华县通过建设 153.5万亩高标准农田 助推了高科技高水平农业机械化 及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新 去年华县粮食总产同比增长了13.13%